男人的EQ就比女人来得好 对不对 就我们看这个电影 每次看到这个外国片 就恐怖片 有什么蜜蜂蟑螂 任何的昆虫 你就看外国人 啊啊啊啊啊 你就把他打死就好了 你们在叫什么呢 你不知道有些人碰到蟑螂 那简直像碰到鬼一样 小弟就是这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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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一边跑一边往床上跳沙发 都有弹性来得好 然後如果在旅館裡面 就一定要換房間了 那飛哥如果是飛天蟑螂怎麼辦 我的天啊 接下來要 歡迎收看樓兄虎弟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節目主持人 有遠的青春偶像 張飛 廢宇清 張飛 廢宇清 我妹的一尊大雨 打起我的夢 打起我的一丁好夢 好啊好啊叫你很痛 他天天打起我的夢 因為那個人 很久沒來給我夢 絲絲亮亮 絲絲亮亮 心愛那個人 心愛那個人 已經愛著芭樂 酒店才 酒店才 風店才是我的人 因為你愛著芭樂 歡迎收看龍兄虎弟 接下來就要介紹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男的俊男女的美 第一組介紹的是陳德龍 郭靖淳 洪欣 歡迎 青春的節奏香氣 向世界說聲早安 清晨洋溢 為生活加法經 為生活加法經 想永遠十足我靈 今天又更可疏 今天又更可疏 多盼望天天一盡 更想多麼熟悉 大聲祝你 天天天氣 天天天氣 いただ笑 一走 我再也不願見你在深夜裡白醉 你不能見得那人見識你的妩配 你該知道這樣的要多心碎 難以我你從此看在鮮夜裡徘徊 不要重新相信放鬆的思維 你可知道這樣會讓我心 謝謝金燕鮮和獨立 美麗森戰士們的TOKYO D Yeah Oh yeah 啊 給我一杯完成誰 啊 給我一杯忘記水 換我一切不相悲 就算我會喝醉 就算我會心碎 啊 給我一杯忘記水 換我一切不相悲 就算我會喝醉 就算我會心碎 不會看見多流淚 Oh yeah 大家好… 菲哥好… 菲哥好 小哥好 今天的歌曲安排得非常有朝氣 尤其是TOKYO D又學了一首 中國人歌曲叫《忘情所要》 BOSS…你好… 菲哥好 菲羽群 你看看您的反應怎麼樣 能不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來 我經常就這方面弄不清楚 BOSS你認識吧 BOSS小哥 你第二位是… BOSS 第二位是MIKO MIKO 第三位應該知道了吧 第三位是… 阿里 SIGE SASIMI SASIMI 好… 不是…金元宣 大家好 先從TOKYO D說起來 他們這個據我曉得 前兩天開一個記者會 我是以主持人的身份 在會上面 對他們這個外國團體發表一些意見 據他們的唱片公司宣稱的 可能是告別座 這是不可能吧 這一次出這個唱片是告別座 這…怎麼會這樣… 合作得非常… 日正當中正在紅的時候嗎 對啊 BOSS 有人要做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工作 少一個人也不是TOKYO D 我覺得 少一個人就已經不是TOKYO D 就不是TOKYO D 這個非常了不起 是哪一個傢伙的 哪一個傢伙 哪一個傢伙 是誰的 哪一個要走了 不是 是你是吧 對 是不是你 不是啊 不是啊 SIGE SIGE SIGEさん 來… 你… 就是他要走啊 你要走哪裡去 啊 我在日本呢 開工事 開工事 開工事啊 在日本開工事啊 是賣那個天不辣的啊 天不辣的 天不辣的 天不辣 真的賣沙西米公司啊 對 真的是因為他媽媽 真的還講的 開玩笑的 你自己要開舞蹈的公司了 舞蹈隊隊隊 先苦力一下 謝謝 你講的是真的 真的啊 好 那你對台灣的觀眾怎麼交代啊 我們也有點難過 有點難過了 所以說你們這個今天啊 因為這個開工事啊 氣氛啊 要很快樂 所以呢 現在先不要難過了 對 沒有關係 好 我過兩天啊 另外開一個單元啊 好 給你們做一個告別式了 不是告別式啊 不是告別式 告別式不好吧 對 离別的一個晚會 不是自己說那個 我以後跟你一起出去 不能開玩笑 今天這個陣容都是美女 像這個金元軒 陳德榮 郭靖淳還有我們洪昕 看到這些美女心裡面是半喜半憂 這個美女還有憂的 只有喜 因為看到他們臉上的那個自信 每一次來上節目表現得都不一樣 這就表示他們在工作崗位上面 越來越能夠得心應手 這是喜的地方 那優的地方 優的地方像你們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最近晚上要特別小心 我知道了 貝哥 你是在那個歌喉之狼 板橋之狼 歌喉之狼 貝哥 講到這個 我那天我看電視我還嚇一跳 講說板橋之狼 然後有這個機拿兇手的素描 我一看 哎呀 那不就是我嗎 長得很像 對 那個髮型啊 五官真的很像 導播麻煩請給我一個特寫 請全國的觀眾朋友注意 如果是看長得像我這樣子 身高一百六十幾公分的 可能就是他了 綜合起來有幾個特徵 他喜歡長髮飄逸的 真的嗎 好險啊 這個穿著要時髦的 短裙 然後聽說還穿短裙 穿靴子 靴子 你這個裙子拿起來 我看一看好嗎 這是靴子啊 不會吧 覺得就是 女孩子 尤其是晚上單獨出門的時候 千萬有自己的衣著要特別的注意 不要太多暴露 盡量呢 讓自己中性一點 不要引起那種歹徒的那種愧思啊 有那種動機要去殺人那種感覺 那不是平常看都是大美女 到了晚上滿街都是女扮男裝 這個非常時機 你也得這樣做啦 我們夜間真的很難 因為我吃過有一次晚上 然後就是晚上想出去買個東西 租個錄影帶回家看 然後就想說晚上嘛 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邋遢 就是說妝也沒有化啊 然後就穿個短褲這樣出去 我只走一個巷子 然後那個巷子是沒有接燈的 然後伸手不見五指那樣子的那樣子 可是居然的話有個人拍我肩膀 然後說請問你是不是成的人 我想可不可以請你簽個名 我看了瞎一跳 因為我跟我姐姐一起 她說拜託 她說怎麼這樣子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藝人真的是晚上 為什麼這樣子看不出來 是不是您下了妝很可怕是不是 不是 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姐姐就說 她覺得我們藝人很可憐啊 沒有晚上這麼晚了 還會被人家看出來 不但不只是這樣 吃飯也沒有自由 吃飯就吃滿了 就圍著你簽名啊 照相 嘴巴還有一塊肉在裡面 前一段時間我在苗裡 揚梅 後來有一家鵝肉店 我去從頭到尾 大概只吃了一片鵝肉 就沒有在吃 來不及吃還是 哎呦 你中肥啊 嚇到我 欸 菜鵝肉 這樣 從頭到尾之前 吃完老闆也沒有說要請客 按著某一絲人 你告訴我 剛剛我們講得慢 頭給我第一都不知道 這個日本很多很多的 對 是不是 一圈以後 會不會是日本的人 到台灣來做的 蛤 應該不是吧 有可能 有可能 米狗害不害怕 害怕 你不是出門 他們都陪著你一起啊 還是害怕 所以現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南港分局啊 這個單身夜歸的女子 可以打電話給警察局 然後警察會特別派這個警察車 送你回到家 哎呦 巴地蓋 不過女孩子我覺得 碰到這種事情最怕的就是尖叫 哎呦 有的鞭 就沒辦法 她可能 她一聽到尖叫 她又達到她那個興奮的狀態 會不會就是你啊 講得淋漓盡致了這樣 這個就跟個人的EQ有關係 對 真的是跟EQ有關係 EQ EQ是什麼東西呢 最近很流行的 跟我們講講看 EQ是什麼東西 其實EQ 對啊 IQ是我們的智商 EQ可以說就是 我們每個人的這個反應 情緒反應 情緒的反應 就是你遇到 遇到任何的狀況的時候 你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代表你這個人的 這個情緒的智商 對 情緒智商 現在的人聰不聰明還沒有用 你情緒的控制啊 已經變成當前 這個馬上要到2000年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考驗 對 我來舉個例好不好 好 交通這麼亂 常常都會很難避免這個 叉叉碰碰對不對 對 其實情況就有兩種 一種拿著拐杖鎖下來就打 互相打了個半死 車也不過才碰一下 這個可能EQ就有問題了 另外一種就是 叉叉碰碰已經撞了 下來你好啊 來互相遞個名片 這個狀況是誰該負責 誰該負責 這個就也是解決的方法 對 我是覺得啊 像中國人的EQ 就比外國人來得好 男人的EQ 就比女人來得好 對不對 好像 所以我們看這個電影 每次看到這個外國片 有恐怖片對不對 有什麼蜜蜂蟲 任何的昆蟲 你看就看外國人 啊 啊 對 你就把它打死就好了 你在叫什麼呢 也不知道有些人碰到蟑螂 那簡直像碰到鬼一樣 小弟就是這種 啊 啊 啊 然後一邊跑一邊 往床上跳沙發 我有彈性來得好 然後 如果在旅館裡面 就一定要換房間了 那飛哥如果是 飛天蟑螂怎麼辦 哎呦 我的天啊 接下來要問一下洪欣 有一天在咖啡 shop 你跟男朋友啊 在喝咖啡 然後突然有一個女孩子 迎面走過來 這個女孩子是你的 高中的同學 她一走過來以後 對著你男朋友 打了一個耳光 這個時候 你的EQ指數已經 一直不斷地上升了 你這樣會怎麼樣 來處理這樣的狀況 我想一定 他一定會跟我男朋友 是認識的 我覺得就是 你們兩個之間 有什麼關係 我一定會走 我會走 你走了 我不管 我就走 喔 看郭靖淳的 你的反應會 我說你幹什麼打人啊 然後他如果不解釋 我就打回去了 可是他這樣打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打過也要看主人 對不對 你太過分了 我們男人在他心目中是狗啊 打狗要看主人 絕對是一隻很名貴的小狗 我的心態一定很愛惜他的 你放心 他這種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魯莽 他會比較汗一點 EQ可能不能 反應會直接這樣 EQ不能通過 真的 你會怎麼樣這種狀況 我會看我的男朋友的反應 是什麼樣子 他如果看到我很緊張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們兩個也不對了 一定是有奸情 請先不要下定義叫奸情 因為可能他在你之前 可是欠慧錢也不是 他們兩個 那是不可能 他們兩個可能在你之前就談戀愛的 可能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不能形容成奸情 三角關係 我知道 因為你先問我 我就說奸情 奸情我會放在心裡面 我心想有問題 現在問的是反應 我反應 我會離開 走啦 你呢 當然走啊 你問的不問 不要問啊 這樣可以嗎 你覺得男人這樣公平嗎 總是要有機會給我們解釋一下 對啊 我知道我來問好了 為什麼他打你 我沒有啦 沒事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 我好怕 你怕什麼 他是跟我有一點不愉快 再見 我還是去找菲哥 還有一種 這個本來他是第一女主角 後來他被換成第二女主角 後來他有一天呢 喝咖啡的時候 砰一下咖啡 整個倒了你全身都是 白色的這種禮服 前面拍戲就是已經心裡有芥蒂 這個禮服 又是你自己的準備的禮服 導演說這一套好 這一套比我們道具班組準備來好 已經一塌糊塗了 怎麼辦 我會瞪他嗎 一直瞪著他 對 我會說 我會建議衣服 還用笑的 還是會有反應的 這要換了郭靖淳 情況就不一樣 對 通常我的情況一定是 叉叉叉 幹什麼 像我就不會了 有一次我去宣慰僑胞 僑胞請吃飯 蔡小虎坐我旁邊 哎呦 您這名字都很適合 那蔡小虎他那是故意的 那是假婆啊 這樣子抽菸 他就幫我點菸 忽然那個打火器轟一下 把我睫毛燒掉 整個這樣 整個火很大 整個睫毛燒掉 哎呦 然後 我也嚇一跳 哎呦 那怎麼辦呢 然後 我就忍住 他就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我就忍住 然後華僑就忽然補一句 哎呦 你脾氣好好啊 你這樣都不會發脾氣啊 然後我就忍了一整晚 然後要回飯店的時候 真的忍不住了 坐電梯裡面 我來叉叉叉 你給我 你給我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看到一個同事 帶兩個小孩子來 大家一起吃飯 那你是厚道的 嗯 哎 趕快 張楚楚 張楚楚 嘿 然後就起來就這樣 滿可愛的 跑過來 對 張楚楚 啪一下 從鼻子這樣打下來 又酸又痛 眼淚就流出來了 還要笑這樣 讓心裡面已經恨到 就想掐死他 我一定會到廁所去 大一陣 對 就對著鏡子 臭罵一頓 真的 搞什麼 這個家教堂 一塌糊塗 那個小孩的媽媽 我臨時離開的話 你可能 會不會打她呢 那打 當場就打 啊 打東西 如果她媽媽不在 我可能就這樣 你這搞什麼東西 不過剛才說了一些 難消心頭之恨 說了一些狀況 還有一種狀況 大家可能都會有感覺 當你這個 剛剛買了一部新車 那個朋友來 我坐坐 好來來試試看 他拿了可樂一大堆 一加油 灑了滿車子裡都是 又不是皮的那種 絨布的那種怎麼辦 插插插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新的車子 新車子 給你的朋友說 好棒 要不要開一圈 你朋友開 回來了 那個門已經扁掉了 你又碰到過 不是車子 是車子 完了完了完了 是摔倒了 我的朋友買新的 他很高興 我沒有 license 可是 接我接車 然後看 完了完了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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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 他沒有說 我 你有沒有碰過這種事情 不高興啊 當然 不高興 但是 我說 It's OK 還好啊 還好 沒有關係 插插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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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插插 你什麼插插插 跟他的插插插不一樣 插插插 插插插 插桌子的插 他們也會插插插 嚇我一跳 我聽說這個 IQ高的人啊 不見得 就是他的事業一定成功 對 EQ的人成功的成功率 EQ高的人 成功率反而高 是 所以說這個涵揚 修揚 在現在來說 每個人大家都要 必須朝這方面去下一點功夫 非常謝謝各位 今天這個寶貴的意見 來他們鼓勵一下 來 謝謝 謝謝 休息一下 進行我們的龍兄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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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